我今天沒法學這方面我覺得很難記 但為何我讀法學呢 其實原理很簡單 當我報物理他不收我 物理不收我又有第二選擇 他就收了我 那個人就知道我心裡不是想讀法學 他問我為何要讀法學 我就說我很有興趣 誰知死了馬上問我 他說法學是甚麼 我都回答不了 最後他收了我 我是香港人KCON 我是補習佬 但現在是甚麼都管的 這對我影響很大的化學 你知不知道化學是任何一科的源頭 量食要由肥料供應 武器要由化學供應 古代的製造工藝 都是靠化學製造武器 就是這些花崗石在我們四周 可以幫我們保住一個很漂亮的維多利亞港 沒有被你侵蝕和風化了 所以維多利亞港多年以來 都是一個很好的避風港 其實都是科學製造工藝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反映給大家看 原來我讀的科學真的沒有錯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 在大學不是做這些 你讀了化學科大學的東西 是不懂這些日常生活的東西的 你現在學的東西是局限了你所懂的東西 我讀化學是否代表我不可以看物理 不可以看生物 不可以看地理 不可以看歷史 不是的 所以我的世界完全不同 你的憂慮我未必會憂慮 例如你看到星星飛過多漂亮 你會看到這些 我們要看什麼時候拍攝 什麼時候下次再來 原來有多少百年後才再來 我們不敢看 我心想 你知道有些大舊 二十多噸的藍石 經常在地球附近出現 只要一撞下來 整個城市沒有了 你們又不知道 他們都監察不了 不會有人留意這些 科學家會想 但那些領袖不會想 他們會覺得這些是傳說 不會真的 可以這麼說 他們知道有這些危機 我經常說一句 很多人會這樣想 有些人不同意我這樣想 我有錢 我可以請到最厲害的科學家 去幫我打工 去解決問題 我說你有錢 你可以請到科學家 但你沒有那個智慧 去選擇最厲害的科學家 你根本就沒有那個能力 知道那個科學家是否在騙你 所以在市面上 有很多產品就是在騙人的科學 但大部分人都相信 他覺得大部分人都給了錢 沒有理由騙我的 那個人 買一瓶水可以買五千瓶那些東西 可以開到的份量 但一瓶水是十元 五千瓶那些東西 買了多少錢 最少還五萬 我就覺得有個責任 想告訴你 科學不是這樣的 真的科學不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科學家 是否被利用 他下個星期拿不到分定 那你覺得是否很悲 就是這種環境 我們以前很勤力的 你想想 現在我跟人說 你勤力一點就賺到錢了 你現在說得通嗎 政府最近出了一些Tender 是給不同的口罩廠去落標的 我們商會裡面 有很多很好的口罩廠 提供了很便宜的價錢 結果都投不了標 我們會員就問我 為何我們這麼便宜 質素又這麼高 做了實驗證 為何政府不要 我說這個不知道 我說如果我是政府 我會要 但我不是 但我經常說 一個人是蠟燭 蠟燭可以點著其他蠟燭 我做不到很多 我年紀很大做不到很多 我可以啟發其他人 你的問題是 你如何啟發其他人 去做相同的事才是最重要 我相信這件事會發生 我希望其他人相信這件事會發生 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講到香港人的重點 看到不公義的事 你會怎樣做 我會站出來